我们今天不居住感的条件 是有没有因 因为我们的心是善的 是乱的 善乱心 不去开 极定心就有开 佛法如是 事发亦不留爱 世间圣人留下来的教会 也是从自信留出来的 所以用真诚心去面对它 古人说得非常好 度数千遍 其意义自见 念上一千遍 意思全明白了 自然明白了 为什么 因为你的一千遍 真诚共进 若不是真诚共进心 不去开 像王神舟 经文上有书 你能够持送 三十万遍 王神舟 你就能见父 见到极乐世界 有人正干 早年在台北 张林居住 在湖南蔡子 他看到这段经文 他就正干 念满三十遍 没感言 来跟我说 精神交参 我念了三十万遍 为什么没有感言 这个人傲慢 你说沉用沉浸心 念经的时候沉浸心 不念经的时候沉浸心 你没有了 这不可以 待人皆无 没有沉浸心 一进一切尽 一沉一切尘 一慢是一切都傲慢 不行 不能怪不灵 怪自己 没有沉浸心 没有沉浸心 那为什么 过路架 念了三年佛 就能见佛 日之时之 站住王神 为什么 他没有傲慢心 他非常欠世 如果沟浸将是个才子 你要三年 三十年 也不会有感言 所以要问了 自私自利的心 有没有方向 供高欲慢的心 有没有方向 自己烦恼啊 贪嗔痴 有没有方向 统统没方向了 啊 当年就是我跟他 很熟啊 那些文人习气很重 这是他 学佛的障碍 三十万遍 往生就 没有百年 阿赖耶 实力中 种了 很好的种子 这一生 不能往生 来生 后世 遇到佛缘 他决定得生 净土 啊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啊 跟佛借了 很深的缘分 这一切 我们不肯定不到 вед就会 完整的缘分